朋友们好,我是老夏 今天我们去到那边山谷里面钻了一圈 又从曲折木乡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往错美方向在这个检查站 把我的车停在这里 然后坐唐帮主的车去卡达乡 去卡达乡的话就要返回到错拉县 再往嘉禹乡那个方向走 从这里过去的话大约是单程是100公里左右 因为那边有一个工程机械已经在往卡达乡开的路上 所以说要去接收脑 然后再把这个拖车找上 所以今天晚上可能要晚一点才回得来 唐帮主这个车行不行先说清楚 好吧 说你的车跑得快一点 我们啥也不说了 这里是个检查站 别忘了检查站 我们把车停在这里 我把车停在这里 就坐唐帮主的车过去了 一切都不说了 因为卡达乡那个地方 我也知道 我也路过了你上次 好吧 啥也不说了 收拾东西 要去趟卡达乡 办业务去了 现在换车开了 换到唐帮主的这个方塔拉致郡去卡达乡 卡达乡出去还有段距离 那个装车机驾驶员再开着过来 下面就是拿日用错 又回到这个地方 下面就是拿日用错 好 返回搓辣县 去卡达乡 拿日用错的话 今天天气不太好 看起来还是绵绵强强可以看一下 前面几公里就到错拉县 然后左拐 去卡达乡 卡达乡是我前段时间刚刚过来的地方 还经过绝拉乡 卡达乡过去才是绝拉乡 卡达乡在三点上翻山下去就是绝拉乡 走吧 去卡达乡还30多公里 那时间从这里过来的 应该是上个月了 4月20几号忘记了 从这里过来的 啊 这路 不装路边 但是就是路比较窄 去卡达乡看看 今天晚上最好是把事情摆平 摆平的话 很麻烦 今天天气不是太好哈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又来到了绝拉山 我三个月从这里经过的啊 看一下这山里山的风光啊非常漂亮 就是风太大了 今天我是开着唐满谷的山塔了 然后从这里直接过去就是卡达乡 然后往这边走的山脚下面就是这个绝拉乡 山鬼从这里过来的嘛 卡达乡在前面几公里远的地方 好了 这山里山的风光大家细传一下 继续往前带路 哇 哇 这个晴空万里 这山里山的风景真的漂亮哈 这里是绝拉山 太美了朋友们 这个风景真正的 马上过去就是这个 分路口 这风景确实非常漂亮 你看这两块路牌真的有点逗哈 以前的老路牌卡达乡是往右弯 绝拉乡是直走 现在的新路牌是卡达乡是直走 绝拉乡是往左拐 哈哈哈哈 上个月我路过这里 没想到这一次又来 我们要去卡达乡 不是去绝拉乡 这里到卡达乡很近了 走吧 一路风景 美景尽收眼底 朋友们这种风景用什么心情来形容呢 我都不知道怎么怎么来形容这种风景 太漂亮了 等一下我跟大家看一条路哈 对面那条路还是可以去到龙子县的 这里可能放大了看不出来 这下面是山谷里面 山谷下面就是绝拉乡 山顶上路边还有鸡血 还没有画完的 哇 这种视觉的震撼 确实不一般 晴空万里 看看正前方的大雪山 好壮观 看到太美了 这大雪山 距离卡达乡还有几公里 继续出发 哇 哇 这个雪山真正的 特别漂亮 马上进入卡达乡了 从山顶上下来 荒芙人厌的地方 看到没有 下来这边有树林了 路边上有棺木虫 有树林 这个落差太大了 坡度太陡太陡 现在 我就闻得到这个刹车片的味道 交浮交浮的 很容易刹车衰减 现在我在挂在二档里面 应该前面就是卡达乡哈 这个位置 具体的哪个位置还不知道 要看是往哪个村走 你看看导航 往哪个村子走的 我们是往左边右边还是直走 哇 这边大片的森林啊 这里还有 看看下到海拔好低的地方来了 一个大路先进去吧 哇 这个地方真正的 很难想象哦哈 卡达乡 这也是新农村建设修起来的哈 在这个山卡卡里面 也是属于一个边境乡村 呃 原路必须返回哈 其他地方出不去的 能够我们来的那条路 进来的最后原路返回 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 很偏远很偏远的地方 哇塞 这个温度有多高 哇 看到没有啊 沙特盘就发难了 从山上下来温度太高了 哇太吓人了 不敢开了 再歇一下歇一下 等它量一下量一下 太温度太高了 这里就是卡达箱哈 这个箱上 我们连商店都没有看见 商店超市 还别说饭店了哈 商店超市都没看见 这怎么搞哈 每个方便便吃吃 温度太高了不用看 摔剪了 找个地方 找方便便吃 再去找挖机 很小的一个地方 好的 好的